好 媽咪 我第一次看妳在廚房煮菜 第一次喔 那我就天啊 那個時候已經 工作上來就已經累了 然後再加上他講那句話 我就背著他 我就在那邊掉眼淚這樣 我講到五年級之後 講了不是幾半 天啊我連我兒子幾半都不知道 我可能知道 可能妳工作很忙 妳就忘記他幾半 就突然 對 把電話拿起來打了 然後發現我兒子幾半 那時候開始說不行 這樣子我可能會 就忽略了 其實很重要的一塊這樣 經理妳也是交往九年 我們是交往 我們是大二在 我們大學同伴同學 對 同伴同學九年 後來是因為有一張Coupon 決定要結婚 我們是 我剛剛聽趙玉吉這樣講 是走文青藝術那種 我們是走到 很不正經的那種路線 我們是剛好有那個 我們是交往九年之後 我們有參加一個婚紗展 就世貿 因為我已經 談戀愛談太久了 有什麼東西 能逛的我就盡量去逛 那有天剛好去逛到 就是世貿婚紗展 去了之後剛好那陣子 那個婚紗店很紅 那我想說 看我同學拍好像也拍得不錯 那我們去看看好了 看了之後 你知道婚紗展都有些優惠 對 那我跟老公就 好吧 現在有優惠 要便宜四萬塊 不是便宜四萬塊 便宜很多 然後訂金是四萬塊 訂金就四萬喔 對 訂金 你看那家 對 那我就付了四萬塊訂金之後 趕快就直接拍一拍 不是 我們都訂了就 就訂了就訂了 然後就沒想到後續 可是後來發現說 它有兩年的期限 兩年內一定要把它用完 你沒有用完就 四萬塊就沒有了 所以為了這樣子 我們才要去 才辦那個準備婚禮 就是說我們沒有任何的那種 求婚什麼儀式都沒有 求婚就為了神的四萬 她虧了那四萬 其實妳這種個性 已經獨立女性 所以大學畢業之後 妳其實變成一個女強人 當時是一個化妝品牌的負責人 對 因為中間 也經歷過很多的工作 那後來我就找到 就剛好有些機會 就遇到一個 韓國品牌的一個 知名的化妝品 那時候是在公司當主管 可是那個時候是因為 從韓國剛進來 第一家品牌 所以變得我也是第一個員工 可是變成韓國公司也很嚴格 變得他們所有的 包括電腦系統 或教材什麼都是韓文 都是韓文 那變得我一個人懂韓文 所以我一個人要包辦 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裝潢跟電腦系統 跟教育員工 跟商品的一些 因為東西進來要做標籤 那些 因為化妝品不一定 對 全部都是我一個人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忙我的工作 可是那時候我老公就不理解 就沒辦法量解我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他覺得他一個人忙就好了 那為什麼連我都要這樣忙 而且我是沒 就是早上到晚上 十一點多 十一點 有時候到半夜 或者我六日也要去上班 那我老公就有點不高興 那時候我就跟他有一些衝突 那個時候開始就有點衝突 想說那你在衝你記者 媒體生活的時候 我都讓你去跑了 你兩三天不回來 我都沒有講話 那為什麼現在 我要衝我事業的時候 你就那麼多意見 對 那時候我覺得 我們兩個就有點 就是常常在玩 對 然後後來 有一次我辦到晚上十一點吧 我老公說要來接我 在公司要來接 我想說他應該是擔心我 工作那麼久 怕我累 所以來接 不是 他就要找我老闆 找我老闆算帳 所以一家公司 怎麼可以只請一個員工 因為在籌備期 他真的很想解決這個問題 他怕個性會 所以那我說 那不用說自己坐基金車 回家就好 所以那一陣子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所以很多摩擦 所以一直到 包括 因為我們結婚後 四年的期間就沒有小孩 就是想要有沒有 他就把那個責任 怪在我身上 因為妳太忙了 對 太忙了 太累了 那怎麼會有小孩 所以那時候就很多的 兩個人就感情 不是那麼的很好這樣 可能那時間其實很長 工作時間很長 對 工作時間 那後來聽說 妳坐月子都在工作 他就更抓狂 對 他就有點 他就有點受不了 我個性就是 因為妳遇到 妳自己喜歡的工作了 對 那我想說 我就要 因為遇到了 而且後來是把工作 公司交給我了 那變得我就 對 扛了一個責任 對 所以那坐月子 我怎麼可能把 所有公司的工作放下來 我怎麼放得下心 我就求他 可不可以把電腦拿給我 因為我在月子中心 這邊的小孩子 白天跟我在一起 他應該又心疼又氣 對 然後把小孩 送去那個嬰兒室之後 就開始到三四 半夜三四點 就還在那邊工作 這太平... 那妳怎麼跟他溝通 因為老公的期待 跟妳自己的成就感 因為其實他以為 我是很辛苦的 其實很痛苦的 對 那我說 其實那不是痛苦 其實我是快樂的工作 所以我在譬如說 我店面要開了 我就請他來幫我拍照 他加入看過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是在快樂這種工作的 所以他也慢慢接受 到最後他就支持 他那個時候就把所有的工作 把家裡的事情 就全部就自己來看 就我只要好好工作就好 然後後來他就把小孩 送去學校之後 他會再來家裡 接我去公司 其實他也有工作 可是他就把我寵成這個樣子 那我也覺得那是理所 就是習慣之後 他就... 我就是一個被寵壞的女生 對 我就覺得那是 我就連習慣那樣的生活 那我回到家 他就天天幫我按摩 還幫妳按摩 他真的... 真的他到現在 真的不容易 他到現在也是 我就腳伸過去 寵妻魔人 對 我就腳伸過去 他就開始從小腿到腳底 怎麼樣可以讓老公 這麼聽你們的話 你們兩個都說自己脾氣不好 可以Tag羅文佳嗎 他到現在還是已經 他也習慣了 對 其實那個 他被寵壞之後就變得 我這個人的個性 就變得好像 好聽到他 因為他是記者 他也會忙 他有他的應酬 那變成他打電話 有天就跟我講說 他沒有時間去接小孩 那叫我去接 臨時打電話 我還在公司 我就開始發脾氣了 所以你不知道我在工作 我在上報 我在忙嗎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 去接小孩 為什麼這麼突然 這麼臨時 叫我去接小孩 那我就 當下我是沒有感覺 對 我就覺得說 我在忙你 為什麼要這樣 那他是不是也發火了 沒有 沒有 對 重點是他沒有 對 他如果有生氣 或怎麼樣 因為他也有事情 對不對 但是他有應酬 然後他就覺得說 那總不能把所有的應酬 都退掉 因為畢竟他是做這一行 做記者這一行 怎麼可能沒有應酬 那他就說 可是他也沒有指責我 他說好 對不起 還跟你對不起喔 對 那我真的 那當時我真的很 現在應該教他 怎麼挑老公 你這麼好 對 那時候就這樣 而且我覺得他 看他把小孩帶得很好 那我就覺得 我就放棄 那你專長 可能就在那裡 我就把 你就做你拿手的事情好了 然後我就做我的事情這樣 他在幫你分擔 你覺得是他在發火他的專長 對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也在想說 其實我那時候 努力工作的 另一方面 我是跟他講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媒體的行業 其實他也是在 別人底下工作 其實他也有他的壓力 我當時 我說我這樣努力賺 其實也是為了 因為我們競技是 共同的 沒有分開 沒有獨立的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希望有一天 你真的很生氣 很生氣 不想做這一行的時候 你可以很 不要有任何的 我給你靠 對 你不想做 你就丟離子彈 沒有關係 我來賺錢就好 可能是這句話打動他的 那個爸爸要請他 這很長 有可能 對 所以我是抱著 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認為說 我這樣辛苦 這麼工作 那你這樣對待我 這樣對我 可能我覺得 也許是理所當的 自己心態上是這樣 那你什麼時候發現不對了 什麼時候發現 你好像在這個家裡頭 變得有點局外人 所以有一天 就突然發現說 小孩有事情 不大想跟我 就是 小孩在學校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老公會跟我講 可是我講了 我又忘了 因為我沒有認真聽 可是他在講的當下 我可能在想公司的事情 對 所以 老公講一兩次 然後他常常跟我講 上次有跟你講過 你怎麼不記得 或再多講幾句 我就開始發脾氣了 對 所以老公 就有一陣子我老公 就跟我 有一次我老公 就跟我講說 我很怕跟你講話 因為跟你講話 你都會生氣 因為我不想跟你吵架 所以我乾脆選擇不講話 對 其實夫妻真這樣 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你好像 在家裡變老闆 對 我老公就 對 我老公就常常 你沒看他臉書嗎 叫他總司令 總司令 你沒看他 總司令 是不是 老公都以總司令 稱呼善 馬首是真 對 就很習慣那種生活 就把自己養得 就好像自己真的是公主 自己真的是一個 走到哪製作一個老闆 我跟人家講話 我老公你常常跟我講說 你是來開會的嗎 對 你為什麼不能 像正常一般的人一樣 就輕輕鬆鬆地講話 可是我覺得我那是很正常 然後就 我就這樣聊天而已 可是他覺得 可是你看起來 就是在跟員工 或者是在開會的一樣 你一直在交代事情 想趕快解決問題 知道耶 我自己都沒感覺 那連去外面餐廳吃飯 我小孩都會說 馬文講話好兇喔 我說有嗎 我只是點菜而已 可是他覺得沒有 可是我覺得你講話 都好兇 那時候就慢慢慢慢覺得說 我真的有這樣子嗎 其實我是一個很會反省 我自己的人 然後再加上那陣子 我大概三四年這樣忙一下 可能好幾年我都沒有年修 我都沒有再修 連月子都沒有修 我怎麼可能修年修 我不修變得 我沒有年修變得全家 也不要出國了 我老公喜歡旅行 喜歡出國的人 因為我不去 他也沒辦法出國 對 變得因為我一個人 影響到整個家庭 有一次因為兒子的一句話 你掉淚了 你終於意識到自己 那些改變 對 因為我很少在進廚房 也是我老公在弄 那我小孩大概四五年級的時候 我在廚房 想說剛好時間可以 我就煮個午餐給他吃 然後我兒子就在廚房 我就在客廳說 媽咪我第一次看妳在廚房煮菜 第一次喔 那我就天啊 那個時候已經 工作上就已經累了 然後他再加上他講那句話 我就背著他 我就在那邊掉眼淚這樣 然後我就回想起來 以前過去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有一次我老公說 沒辦法接小孩 只要去接小孩 然後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打電話 因為我要打安心班 我說我要找那個五年級 幾班的某某某這樣 我講到五年級之後 講完不是幾班 天啊我連我兒子幾班都不知道 我可能知道 可能你工作很忙 你就忘記他幾班 當然 就突然 對...打電話 電話拿起來打了 然後發現我兒子幾班 那時候開始說 不行 這樣子 我可能會 就忽略了 其實很重要的一塊這樣 這都被那個月 公司業績數字塞滿 對...我每天都要按計算 每天都要算錢 對啦 算租金啊 就要貨款什麼 營業額 天天都要算那些東西 然後到最後已經 自己已經快累到不行 那時候才想到說 我可能要靜下來 可能要換一個方式這樣 難 因為像這樣的女強人 她自己也很辛苦 成就感 而且她也想要扛起這個家 包括先生的那一份 那工作跟家庭 小孩怎麼堅固 是 其實只有女性 會碰到所謂堅固的問題 很少人去問一個 男性的主管說 妳怎麼堅固家庭 所以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在職場上面 女人很辛苦 對 就一旦她想要 有自己的舞台的時候 她就會面臨這個 社會傳統制約 所謂堅固的問題 她自己你看 她講到這個 對小孩子的教養的 沒有完全的周全的時候 她就非常的自責 對 那相對很多 男生會嗎 男性 她也許會跟她沒有那麼強烈 她會覺得 反正我另外一半 照顧就好了 除非她有很大的抱怨 可是當女性的丈夫 因為我是她先生的臉書朋友 所以我都有追蹤她的 她就說 因為她先生都很 甘之如意付出的時候 確定甘之如意嗎 看起來是 她很愛小孩 她們全家都會一起運動 妳還總私利均利森嚴 所以我看到堅固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改一下堅固的觀念 而且我們都覺得 我跟你一人一半 我們這樣叫堅固 或家庭事業一半叫堅固 我覺得可以重新 就我們抓好這個比例 譬如說你跟我是三七 或我家庭事業我是二八 那你知道我的比例 那我也知道你能夠付出比 那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就來按照這個比例 那個堅固也許是可以存在的 就不一定要是 一比一 五比五的堅固 就彼此有一個共識的堅固 我覺得這樣家庭才可以維持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